中央的防疫政策走向缓步开放 但是确诊人数暴增也影响了很多人的生计 行政院在今天拍板投入345.6亿元 振兴受冲击产业 目标是要回归正常生活 而其中受创最严重的是交通部 还有经济部主管的监困产业 包括了观光 餐饮等行业 给予个月60亿 30多亿的补助经费 除了补助旅行业 自由行业受惠 平日住宿一晚可以补助800到1300块 疫情冲击 致命景点 商圈人潮不如一望 观光 餐饮等业者较苦连天 行政院如今寄出高达345.6亿振兴经费 拯救受冲击产业 2020年还有2021年明显的不同 规划一个新一波的振兴作为 可以受惠的人数可以达到89.9万人 振兴方案中交通部争取到60亿 公路客运占5亿 观光业55亿 涵盖三大项目 对旅行社奖励特色团体旅游 自由行旅客平日住宿一晚折扣 800到1300元 游乐业成人票想三折补助 业者一面期望带来业绩加成 人判在解封前能纾困与振兴并进 基于经济部管辖的餐饮业 争取追加30多亿经费 主要是日前推出餐饮业行销补助太夯 原先仅编列六亿预算 一推出就秒杀 不过在上一波的整个规范当中 业绩无法提升的状况之下 我还必须自己去自筹 所谓的十万出来 才有办法领得到这个 所谓的真心补助 对业者来说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中央防疫政策 环布迈向减灾共存 再推业者一把 业者也希望这笔钱真能如及时雨 看得到也用得到 记者战圈的未成台报道